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VA卫视 一般来讲 驻中国的大使馆都在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流和沟通 传输情况和情报和数据 那么有多少驻华使馆有中文的互联网 或者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用中文来发言 又对中国的网民产生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我们来邀请我的同事海涛来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外国驻华使馆 它刚才我们谈到的 它如何来影响中国的网民 现在确实注意到很多外国驻华的使馆领馆都开通了 中文网站不说 还都开通了什么微博 什么这一类的一些社交媒体 是 那么现在看来呢 有172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驻外机构 那么很多都是大使馆 还有一些是办事处了等等 但是又有172个 那么在这172个使领馆当中呢 据中国媒体报告 就是环球时报为此专门发表了一篇报告 研究外国驻华使馆 他们的网站情况和他们的微博情况 这个报告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差不多有40家 外国驻华使馆领馆 在中国伴有中文的网站 那么在这40家伴有中文网站当中呢 就是有差不多有 大多数 大概有二三十家吧 都伴有 都在这个新浪 或者是其他的中文门户网站上 开有微博 那么比方说大家都知道的 日本啦 英国啦 德国啦 意大利啦 法国啦 什么这个加拿大啦 澳大利亚 稍微巴西等等 他们都有这个微博 那么通过这个网站 中文网站和微博 他们直接和中国的网民 也就是中国的公民 中国的老百姓 来进行互动和沟通 我很好奇的就是 中国的这个网民 他们对这些外国领事馆 甚至一些外国的国家领导人 开通的这个微博账户 他们到底是怎么看的 他们对他的这种真实性 是怎么看的 他们真的是认为 这真的是 比如说是某个国家领导人 开设的这样的微博账号 比方说澳大利亚前领导人 陆克文 他在中国开有微博 英国首相 在不久前访问中国前 也开了一个 卡梅伦什么的 他们都开有这个 还有好多了 这就不说了 那么很多的这个 中国的老百姓也好 中国的公民也好 现在这个大家 腰包里有钱了 大家都需要出国 那么出国需要办这个 护照办签证啊 很多国家还是要 跟中国要签证的嘛 那么大家都要上这个 中文网 就是各国驻华使馆的 这个中文网来 首先要旅游问题啊 旅游是最重要的 如何办签证啊 我在哪去这个办签证啊 我找谁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且 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 有很多的外国使馆呢 他们利用这个中文网站呢 宣传自己国家的文化啦 甚至政治啦 方面的情况 我想说一个插曲 比方说美国这个国务卿 克里啊 他就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他发表过这么一篇这个 短短的 就上个月 12月9号 他说今天呢 是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 是他得到诺贝尔奖 他被关在监狱里五年 他被判刑五年 他还发表过这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人你可以通过这个 美国大使馆 看到美国国务卿 他到底是这个问题上 什么 是什么样的态度 另外这个各国驻华使馆 他一般他是不被封的嘛 你把这个驻华使馆的这个 封了还行 所以这就是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了解 各国的这个政府首脑 或者是有关重要的机构 对中国在一些政治经济 社会等一系列方面 有些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 海涛这个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这个外国 在驻华的使领馆 那么对于中国和中国的民众来讲 有许多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重要的国家了 比如说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等等 就是这些国家驻华大使的 中文网站他们办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办的 就是说中国媒体 或者中国的民众有什么评价 一般来讲呢 就是各国使馆 他们都雇用了很多这个 中国人 也就是当地的公民 来维持这些这个网站的运行 那么现在看来 你比方说 我就是简单 今天早上有点时间 我就简单的把这个 各国的这个 驻华使领馆的这个 他们的微博网站打开 我简单浏览了一下 比方说大家都在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现在比较的普遍了 大家都在新浪微博 那么美国使馆的新浪微博呢 它有73万粉丝 比方说日本有25万 英国有32万 澳大利亚有10万 德国有10万 俄罗斯才7万多 因为它可能建的完整 有一个很有意思 就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 它都有二三十万的粉丝 在新浪网站 所以逐渐大家对这个以色列 还是比较重视的 因为以色列和中国 有非常多的这个贸易和商业 甚至军火交易的往来 你手头拿了一个 就是驻华大使馆 互联网影响力的 这么一份研究报告 这个报告怎么说的 它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吗 它得出的结论就是说 这些国家在中国办这个网站呢 是为了这个给各个大使馆 提高他们的网络影响力 那么他们要建立或者扩大 或者改善这个平台 而利用这个平台呢 达到宣传自己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 甚至吸引中国游客的这么一个目的 这是他的这个结论 我们还有点时间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刚刚我和我们的同事 这个方斌在这个连线的时候 谈到就是又谈到了陈光标 收购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到了就是 昨天的这个消息 就是香港的影视业的这个大老板 也可以说是首善 那个邵逸夫去世了 那个陈光标自称是亚洲首善 我不知道 就是说是我想到了这个邵逸夫 那如果就是说我没说错的话 邵逸夫在中国教育方面的这种 投资这种这种捐善款 可以说是非常多的 中国几乎几乎每一个像样的 有规模的大学都有 甚至中学 甚至中学 小学 小学都有移夫馆 移夫教学楼等等 中国媒体对邵逸夫的去世 对他的很大的这个什么样的 比方说电视台 就是各重要媒体都有很大的篇幅来报道 我想说的是就是说 在环球时报 它每天发表一篇社评 这篇社评就代表当天环球时报 最重要的一些观点和这个政策了吧 那么今天就是 星期三的这个社评呢 它是关于邵逸夫的社评 环球时报发表一篇 邵逸夫的社评 他就他他说这个邵逸夫是什么呢 他说邵逸夫的这个人是 华人精神的传奇 你评价邵逸夫从何说起呢 就是从他这个给学校内地捐款 说起 他大概这么多年来 从改革开放以来 这三十多年来他给内地捐差不多四十到五十亿 这个人民币的捐款 大部分都盖了这个义户楼 那么人家有的是说 在中国和在世界上各地有三四万座义户楼 而且环球时报这篇社评的评论就是说 邵逸夫的这个善事善举 它是撒网式的 而不是就是重点投点什么这个 搞重点 比方说重点我援助北大 清华 复不戴 浙江大学 这些重点大学 它是变极全国 它是撒网式的 连小学都有 我都看到过小学里 是我们所说的撒网 这个这个 就是变撒胡椒面 这种 我想说就是邵逸夫 为什么大家这么纪念他呢 他还在香港办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就是 华人的这个授奖项目 叫做邵逸夫奖 这个奖呢 他就要办成是 世界的 华人世界的诺贝尔奖 为什么呢 他也选中七八个 这个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领域 他认为比较突出的学者 而发给他们 每个人一百万美金 这就这个奖项 是和诺贝尔奖 是一样相等的 我好奇的是 不知道也许没有啊 就是说中国的媒体上 有没有把这个邵逸夫 和陈光彪来进行 这样的比较 或者中国的民众 网民有没有类似 这样的评论 因为这个陈光彪 他是这个南方江苏 或者他是一个 就是靠这个再生能源 这么起家 这么一个大款 而邵逸夫呢 是在香港起家 他们两个投资领域 是不一样的 邵逸夫一开始投资 是影视业 最后是投资 是教育业 然后是捐款 所以一般来讲呢 邵逸夫是107岁去世的 而陈光彪正是年轻里长 而且又跑到美国来 收购纽约时报 大家就 很少人把他们这个 当然大家 双方都非常有钱了 就大款 弄的大款 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 就是举止 和行为举止 和思维方式 是大家是 无法相比的 到现在为止 也许有人相比 但是我没有看到 谢谢海涛 谢谢海涛 那也不是来讨论这个话题 不要离开 稍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报道